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 林江夜市旁邊的無名麵店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地址我稍後再打上 他是沒有招牌的 在我之前常來這邊用餐的 無名麵店的斜對面 這家也是無名 好,那菜單在這邊 地址在這邊 老闆娘建議我點花枝跟油麵 那小菜的話我就要 豬耳朵海帶好了 好 豬耳朵海帶,然後 有豬舌嗎 有,剛剛好 好 OK 剛好趕上 對 很好 然後湯青菜應該有滴瓜葉吧 滴瓜葉有 好 吃吃看,應該還不錯 新鮮的豬舌 好 不好意思喔 他們是有店名的 地圖上是無名 但是這裡是叫順豐麵店 好,不好意思 我突然更改新意了 我把豬舌換成豬心 豬心看起來很新鮮 好,現在就吃吃看這個 豪華版的小菜 然後加了這個店家自製的辣椒醬 蠻不錯的喔 蠻不錯的喔 好,略肥的豬耳朵 還不錯喔 好,蠻古早味的阿 就醬膏跟辣椒 謝謝 謝謝 好 那這個是豪華版的花枝跟麵 有加一顆貢丸跟半手蛋 好,小菜先放旁邊 等一下再吃了 好,看起來這花枝根還不錯喔 花枝根還蠻新鮮的喔 好,中間還吃得到一條花枝 花枝條阿 好不錯喔 好,再看看湯頭 好,湯頭就算還好 好,湯頭就算還好 好,分量感覺蠻大碗的喔 好,還不錯喔 還不錯啦 好,這一段感覺好像是 在地的客人比較會常來吃的店家 感覺上喔 好,現在有蛋吃就蠻不錯的 哈哈 好,現在有蛋吃就蠻好吃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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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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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份量大是優點啦 湯裡還有點白蘿蔔 所以有這個蔬菜的甜味 看個人啦 它有它獨特的味道 好不錯喔 這個湯裡白蘿蔔很多 讚 好那小菜就繼續阿 再次這個讓我蠻期待的豬心 蠻新鮮的喔 好吃很實在喔 這個很新鮮 豬心我覺得有滿分 這個好吃喔 但是完全跟新鮮度有關係阿 越新鮮越好吃 嗯 海帶也好吃 讚喔 小菜很棒 蠻實在的店家阿 就滿分90分80分這樣 豬耳朵稍肥一點 但是口味不錯 但是我比較喜歡那個脆脆的感覺 但是我比較喜歡那個脆脆的感覺 加碼 加碼麻將麵 我在想這一家的招牌 會不會是乾麵式招牌阿 麻將看起來很濃郁喔 好 因為通常乾麵類的話 它的口味會比較重 好現在就吃吃看了 嗯 好吃喔 就是單純那種很濃郁的感覺 要是再有一點點碎花生就更棒阿 也不錯啦 嗯 但是對我來說 好像很濃郁 對 我們說完 你在說完 哇 在說完 分數90分,麻將也蠻濃的喔 好吃 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,不錯喔 最後Andy就來個清爽的 剛看蘿蔔好像也不錯 蘿蔔 嗯,很清甜 好,再次油豆腐 油豆腐也好吃 蘿蔔切蠻大塊的 這樣20塊才...才20塊蠻佛心的 好,豆腐就嫩嫩的嫩嫩的這樣喔 整體來說都水準至上 蠻棒的 分數90分 蘿蔔路如果能夠再甜一點就更好 差一點點甜 讚 那總共是245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那剛好這邊就是菜市場 就順便逛一下 好這家是上過新聞的喔 青島海鮮水餃 餐料 大人 餐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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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肉 噢,這家一個很漂亮,燈光比較主,所以看得很清楚 我只能跟你講說,你們一戳就多少而已,一戳就戳,這個魚看起來很漂亮 好,這家上次也有網紅介紹喔,同版價35塊,炒飯炒麵都有 我也曾經拍過 好,那我就拍一小段啦,因為這個菜市場之前我也蠻常來的 好,但因為下雨天,所以人也會稍微比較少一點,就攤販啦 好,這個縣煮的貢,我一點好吃 好,那就到底了 好,看到水果就想到那個韓國草莓,真的是很好吃 好,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,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掰掰